我教你啊 搞不搞 你自作嘛 你先自作 不是因为糊涂了 就是说会 柠檬水 那里有个空的 这里有个空的 看一下这个地方 可以摆个什么东西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梅哥 今天呢我 来到这个广场这里 今天有点下雨 这个叫 青州黄马 来到这里呢看到有很多 白 打棚的 白叶式的 我发现那边有空铺位 小枫在那边 小枫 刚才看了一遍 过来过来 怎么了 刚才我在那边瞄了一转 我发现这边还是有很多空位 空铺位像这个就是空的 前面那一个空的 你想干嘛 现在不是手头比较紧吗 然后我准备 租个这个 这个空位子应该要不了多少钱 你手头紧了你还做这个 你想 这个没多少钱的 问题是你想租出来做什么先 要做什么要想清楚啊 不过钱的问题你都说要不要多少钱了 我看旁边这些都是摆那些什么糖水啊 这个天气做糖水的确是很赚钱 但你人多做的话也不赚钱了 就假设你会不会做 晚上的话应该很多人 我跟你说旁边这些做糖水 我肯定不能再继续做糖水 对你要做一些人家没有的事 没有做的 或者是少的 晚上的话这里绝对人多 粉红色的广场 就不看别的 就看这些摆的这些糖味 就很知道 我想到一个好的 是吗 要不这样子 我把它多一个这个下来 然后晚上过来 把你那个鸭子拿过来 这怎么卖鸭 不是卖鸭 那是干嘛 就那个套圈圈 我放几只鸭子 人家在外面这里 哦 套圈套鸭子是吧 嗯 你要套种就可以拿着是吧 那个鸭 那个成本是不要 要不要多少成本 那你也没想过 万一人家套10个10个都种呢 那种很好 套路边的是吧 那种就是拿个框框那个鸭子 一套那个鸭子 头会动的 那套不动的 哪有那么容易套的 那可以可以 你这个想法 是 想法是可以 但就是不知道做才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套圈圈 第二个是直接买 买鸭 买鸭是吧 买 也可以 如果有人要吃鸭子 我直接多少钱一只 买 也可以 是不是 套圈圈有很多方法的 比如说你直接一块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 你不单可以套圈 你可以拿打打那种 气球那种也可以啊 要多做一点嘛 套圈吧 套那个鸭子头 都可以 旧鸭子应该吸引力没有多大吧 你要你要拿一些引流的东西 比如说两块钱的 九块九那些东西回来 那些肯定有啊 这些摆一些嘛 鸭子肯定是放到最后面的嘛 也可以 那隔远一点 不知道旁边那里有没有人做这行啊 不知道啊 晚上 改天晚上过来烤 烤茶一下 可以啊 今天的话有点下雨 应该是晚上过来开的 隔壁这个 隔壁这个就蒙起来的 隔壁这个就蒙起来的 这是夜市啊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你打算是自做还是跟你合伙啊 跟你合伙啊 我哪有时间咯 你 我又不懂那行 我教你啊 搞不搞 你自做嘛 你先自做 不是因为活活的 就是说会 争吵 前面赚的钱都是你的 前一个月赚的钱都是你的 前一个月怎么可能会赚钱 最多就是保本 因为你想上你租这个东西 你要钱吧 租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一个月要个四五百块钱吧 还有一个就是 买一些东西 你要钱吧 那些套圈的 那些便宜 便宜要钱呢 你别看他这个几百 那个几百 扎起来也是几千 大概就其他东西一百块钱吧 一百块钱摆地上 然后几只鸭子的话 就少要个 也要几百块呀 主要是放放一只鸭子就够了 多搞两只嘛 你看吧 要不这样 嗯 这个地方有点小 那你就煮两个门面嘛 哦 煮两个 煮两个就多一个 多一个咯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把你 搞一只羊放这里 引流嘛 搞羊 羊能套得住吗 到处跑的 不是 它那个羊 套羊的话 就是隔离远一点 套到那个就讲一只羊 嗯 就是羊可以记在这边上这里 嗯嗯 懂了吧 用来吸引顾客的 也可以 对不对 果然 什么鸡啊鸭啊羊啊 什么都放在这里 人家看到哎呀 他们有套羊 肯定过来了嘛 对不对 果然 挺有就是做生一个天赋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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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小 两个门面嘛 如果套的话太简单了 一只羊啊 一千多块啊 一千多块 你哪里指啊 我姐买那个母羊 两千多块钱一个啊 怀孕的那个羊 一千多块买不到一个羊 看你买什么羊咯 要不 要不就这样子 嗯 把羊就酸在这方面可以吧 然后 把鸭子放也放这里 然后我 然后有人 从这里 这一条线 这样 这一条线嘛 是不是这样套 太远了吧 套重了那个 就就就奖励给人家一只鸭子 是不是 也可以从 在这里啊 是啊 正好这一条线嘛 大概也就四五米的样子嘛 四五米 是吧 嗯 也行 他们跟你说 有钱赚的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我先回去跟我姐 因为那个鸭子跟你说 那个鸭子 你套它 套它那个圈圈的话 它不容易 因为那个头会晃来晃去的 没那么容易 这样子 套重了 人家看 人家肯定想 哎 要套重它 套重它 实际的买那个圈圈 就赚那个圈圈的钱 是啊 你以为是要卖套重那个鸭子 我知道 是的 我知道 这个叫套路 嗯 我先过去那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要不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你姐 你现在 好 那行不行 嗯 嗯 嗯 刚刚呢 跟小凤商量一下 不知道 他 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伙 在这里 摆个夜市 因为最近手套上比较紧嘛 这个汤位的话 也应该要不了多少钱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边有一个空位 那边还有一个空位 就是不知道这个店铺 这个空位铺 铺子的那个老板是找谁的 我晚上 看有 看今天晚上吧 今天晚上 过来 打听一下 再 再跟小凤回去商量一下 就这样吧 小凤 三点好了没有 这是钓鱼的 小凤 鱼呢 没有 晚上才有 我车 小凤 这白天应该不太晚了 才开 晚上要是开的话 我带你上去坐一圈 是不是这样呢 好了 起床 小黃色 香港 達牢 outfits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